大家好,身邊繼續有Stanley,為我們解答一下很多觀眾,或者我自己的疑難 我先說一件比較貼心的事,就是我自己,因為女士過了30歲之後 或者我們工作這麼煩惱 我們不夠30歲 你真的這樣說,都可以的,多謝你,當然不是 過了一定的年紀,或者工作壓力大 很多時候女少也會有一個脫髮的問題 我們這些單身女士都有問題 但甚至結婚,我身邊有好幾位的新手媽媽都托我問一問 因為看完上兩集的資訊,她就說 我剛剛生完嬰兒,發覺我可能是賀爾蒙的影響 都脫髮得很厲害 她就問我,托我問一問,你幫我問Stanley 究竟這部機家用的生髮移 可不可以幫到女士們解決這些缺乏的問題呢? 我們這部機當然可以解決 不過我建議不要在懷孕期間用 我們醫生建議 生了嬰兒之後,脫髮很正常 因為荷爾蒙的分泌就失調了 這個荷爾蒙其實也影響了很 對於我們毛囊上面的荷爾蒙 我們這部機也是針對這個荷爾蒙 尤其是毛囊的荷爾蒙 是平衡上去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覺得可以用的 真的很好,男女合用 可能買一部機回去 可能已經適合兩夫妻用了 即是爸爸也可以用 媽媽也可以用 真的很好,只需要換個頭 除了我身邊朋友的情況之外 我知道Stanley本身 你自己也有些新的經歷 和朋友的經歷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的,其實我們看到脫髮的原因 除了我之前那幾集都說過 還有一樣就是遺傳 見到有些朋友 她頭髮還是多 她也是三十多歲 但她父母六十多歲 或者五十多歲 已經開始禿頭 還顧她自己的兄弟姊妹 女的可能有些不同 男生禿頭的機會大很多 她自己看到 看到阿叔 或者是阿哥 開始頭髮小 其實這個時候 就應該是及早治療 即是準備 就不要等她惡化了之後 有時惡化了之後 補救不好 是的,不能回覆到的 那個毛囊 死了就不能救回 到時候再救 回天佛術 所以奉勸各位 如果發現 譬如遺傳 家族性遺傳 盡早去用這個產品 希望可以把這個時間 脫快 或者禁頭的情況 盡量推到最後 或者不會發生 嗯 是的 大家可以參考 Stanley 的意見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盡早去預防 防範於未然 才有效果 今集我們就談到這裏 下一集 繼續會大家 帶來很多不同的資訊 好,多謝 Hello 我是Wilson Harrigan 香港總代理 義務台前部 相信大家剛才聽過 Stanley 很詳細介紹 我們Harrigan 這個產品 生化儀器 坦白說 我自己也有用的 非常有效 和非常簡單易用 相信大家聽完之後 都很有興趣 對吧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快點 在螢幕下面的 QR Code 聯絡我們 對呀 聯絡了我們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 背後的團隊 可以給大家一些 專業的意見 明確的有限 10個 預料你們 快點聯絡我們 拜拜